先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玩具TV第26季 第3集 首先看到拿著剪刀的老老 大家都先恭喜發財 祝大家玩具有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龍馬精神 想買那樣得那樣的 另外也想麻煩俊男Ricky 拍一拍我的右手邊 右手邊 其實我們今集是少女向的 所以就特地找了一些俊男 在這裡撐一撐一場 希望歌曲的收視 吸引多一點女粉絲來看我們的節目 大家恭喜發財 這個動作很老成 所以基本上第一件事 我好像印象中未試過直播組裝 所以今次我就很大膽嘗試直播組裝 組裝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玩扭彈 就知道什麼叫做 Premium Cash-upon 即是Premium扭彈 基本上今次要介紹的就是 這個福光限定的1500日圓 New Gundam F93 F93 這個RX93 FF 基本上我看見有什麼地方可以賣 香港好像比較少 我在這裡就特別多謝Christy小姐 她給了這個手信給我 我是非常喜歡的 所以一開波我就要馬上直播組裝 今次這個造型都會跟回福光限定 所以我要專程帶了一把神手 原來今天我都不需要帶工具 因為水哥在這裡 原來它是一個刀客 所以變成 真的我都覺得 浪費了我帶這件東西 其實它本身是扭彈 但本身也是要組裝 所以變成 如果你是一把鋒利一點的工具 就會快手很多 究竟我要用多少分鐘去完成這件工具 是不是要做半小時呢 不知道 第一件事 我們將所有組件 全部剪出來 然後才逐個逐個拍 其實今次這個 叫做扭彈的XO 都真的有很多組件 平時大家 潛這個New Gundam 基本上有兩款 這個New Gundam 一個拿炮 一個拿槍 另外就是兩個不同的建築物 原則上 你要有兩個組合 你才可以完成到一個完整的 New Gundam 去著燈 而今次這個Premium Version 我一直講 一邊砌都很過癮 它完全包含所有的東西 其實你只需要有一把 鋒利一點的工具 就可以將它很快手完成 你見到其實 我相信Ricky 都已經計劃 這個1500日圓 叫做整個系列 即是最貴的扭彈 它今次的分析 都非常仔細 亦都會包含這個燈 怎樣可以把它放出來 算了 不攪你 我交給水哥 幫我拔出那粒東西 我便繼續 其實你雖然說是扭彈 但你見花的功夫 都不少 因為每一件都要剪出來 可能在裝組方面 和平時大家接觸的扭彈 便會有些分別 因為始終都是 大部分 已經是裝組 即是沒有叫裝組好 即是已經 已經 切好給你去弄 變成整件事 就不需要你再弄得太多 這些路路 當然 不相差 順便也介紹 其實你見過平時 砌模型 甚至是掃組 有些地方未必可以用到 這個滲線液 我主要都會用 Copic marker 來做滲線 今次因為主力 都會是這個 白色 所以今次我會用 灰色的Copic marker 0.02去畫線 又繼續 既然有個模型高手水爺在這裏 麻煩你幫我剪袋 然後就可以全力去剪部件 另外其實也想說多一點點 你見今次 說就說是一個扭蛋 但它是沒有說明書 教我們怎樣裝組 這件事我覺得挺有趣 但你見 其實如果純粹說這個扭蛋 它所配備的零件 我這樣說 零件數也不是少 所以我都覺得OK 完全是 當你熟手技工去處理任何東西 麻煩你水爺 這次是QO版的EMS 為什麼呢 都要組裝 帶它走 帶它有說明書 但這個沒有 厲害 所以都挺搞事 但都很容易認 那些瘦瘦腳的 那倒是 始終你對於本身 New Gundam的形象是熟識的話 你見到哪個位置 就像我現在這樣 如果你想造型是吸引一點的 不妨找一些滲線筆 跟它做少少美化 整件事就完全不同了 當然 其實砌的話 你應該是一把粗剪 一把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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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神手 所以我可以直接貼盡 一刀過就算了 其實我還在組裝 身體 以及你見到 都已經剪了很多不同的組件 因為我沒有遇到 當然 還有一句 明謝了 水哥 在這裏 不斷幫我 開袋 剪 收水口等等 你拍一拍 有兩把神手 果然是一個仇之手 是刀客 現在兩大猛男一起在這裏 剪剪剪剪剪剪剪 包起來就兩大猛男 另外 其實水爺 剛剛撞到它 也帶了另外一個 高達的限定 一會兒都可以 循例跟大家說一說 或者你可以拍著 水爺除了幫我做 索性讓水爺介紹 好啊 那隻公仔 福岡的模型 橫昏高達 橫昏 那水爺 鏡頭一轉 不是又組裝了嗎 組裝了 組裝了一個身體 這個特點是 它有個 Full Armour 就是武裝 豐富很多 但是那時候 橫昏去三月就完 但是到時候 不知道還不能買 是 三月二十六 是嗎 不是三月西 好像是三月二十六 想看橫昏高達 就趁三月好 那德哥有沒有買這盒 有買這盒護盈嗎 我去到沒有 已經沒有 我 老實說 這盒買 你有時間砌就買 但是我覺得 這盒本身的外甲 就需要多少後製 本體其實很漂亮 不用怎麼搞 但是重點是 它的分色 就要 要時間去處理 好 時間的關係 水爺已經砌了本體了 對 這個顏色 好像它 視作型 一號機 一號機 真是初號機 對 但是我覺得它是 有 差不多是新模 我砌上去 我覺得整部機都是新模 對 我覺得它好像多了很多 細節位 整個 整個 情報量很好 很高 確實是很漂亮 阿水爺幫我們轉轉 給觀眾看看 這個可能因為光線問題 它只是盾牌 都多了很多黑線 是多了很多黑線 跟環分的高達設定 其實已經有很多線條 很多很多線條 一個很多都不合 很多很多 真的 我覺得它的處理很好 那些夾 那些夾位 但是如果有時候 我又想問 德哥 水爺這些高手 那麼多線條 那些高達 如果你滲了 會不會很花滑滑滑呢 很有機會 它真的太多 其實本身 滲線 你都說得對的 Ricky 果然是一個高手 但是 如果你說白底 你用灰線去滲 其實感覺會自然很多 就不會有 不會說 很誇張 這樣的情況 所以是 可以的 有一點陰影的效果 嗯 是相得益張 嗯 好了 其實它還會有一些 很Full Armour的盔甲 是不是 又可以掃一下 不要緊 不要緊 看看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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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砌完之後 完成 你看到腳的推進器 手 多了一個雙雷射炮 還有背包 有兩個推進器 是 就是這樣 不過現在聽聞 德哥去都已經賣光了 我想應該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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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限課量 真的不用擔心 不知道剪完了之後 還會不會有得 還會有得 OK 其實都可以 剪完了 雖然會拆 但它會搬去橫濱 不是橫濱 那個薄 細薄在哪裡 sorry 細薄 不知道 搬去新細薄的地方 沒錯 搞定 多一句 一千百元給了些什麼呢 基本上已經開了燈 還有 其實 講過組件 剛才看到 都真的不少 而且 的確在這個 沒有說明書的情況下 看看你對於這個 New Gundam的了解有多少 就可以 好好地完成了這個 像模型 多過像這個扭蛋的 算是限定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這個 這個覆光 應該會在這個 Gundam Base 那個貨卡外面 就可以有得扭 否則 基本上其他地方 甚至是這個 橫濱 我都不見有它的中英 有得抽 所以在這裏 再次多一隻Christy 這個手信 我是極度之喜歡的 Thank you 可以跟女生送東西給你嗎 我的代購 這裏 都很細粒 很仔細 而且本身也有 不少 即是跟了 這個 福光的 RX93 FF 的造型 在這裏 後面那支 巨炮 亦都是 上好色 在這個尺寸來說 其實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需要去扣病這些老老 就是扣病很少地方 不得了 對 我在香港好像沒有怎麼見 我也沒有見過 對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 那些高達迷 想辦法收藏 對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Toys TV 到 maison 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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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証 過